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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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Ambly 看到剛剛前面的小短片 大家可以猜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 跟超跑有關 那像大家都有在電影裡看過 像賽車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通常為了要讓引擎能夠最優化 他們可能會把空調關閉 那甚至可能會把空調系統拆除 也讓整個汽車輕量化 讓車子的性能能夠發揮到極致 那我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的是 Bugati這款世界最速的量產車 它的極速是可以大於每小時400公里 那像這樣上億的跑車的話 它的空調系統背後的學問 特別是簡單 那現在的汽車空調 大家都覺得是個標配 不過這要追求到1933年 汽車的空調系統 它跟座椅一樣算是一個標準的配備 那Bugati的汽車空調系統設計師 Julie就跟大家分享了 它在設計汽車空調的部分 遇到的一些問題以及解決的部分 那它是從2013年開始進入了汽車行業 那前四年開始進入了Bugati這家公司 那Julie有跟大家分享說 為Bugati設計這個空調系統最大的挑戰 就是說要讓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最佳的溫度 那它必須確保說這個空調系統是可以快速的運行 但同時又沒有噪音 就是說它要讓駕駛人員是能夠感受到舒適 但同時就是不會受到干擾 可以就是進行享受駕駛的快感和樂趣 另一個重要的傷害就是速度 由於Bugati的汽車像是雪亂或是Divo 它們都能夠達到非常驚人的速度 所以說它們的空調系統跟傳統是不一樣的 它是以每小時250公里以上的速度 在接受外部的空氣 那另外更重要的就是說 為了符合其家的空氣力學 Bugati的汽車它的擋風玻璃是比較平坦的 它的角度只有21.5度 那跟傳統的汽車相比 它們大概只有30度的這個角度相比的話 它會就是接收到更多的這個太陽熱量 那更不用提說像Bugati 它們很流行的就是sky view 天窗的這個選項 會有更多的太陽熱能照射到這個車室內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你就跟我們說 Bugati的汽車空調 它的壓縮機能量是高達了10千瓦 有13馬力 那根據Bugati的說法 這個智能量已經足夠 為歐洲的大概24米的公寓做降溫 要關於Bugati空調的詳細訊息 也歡迎從下方的連結 可以看到他們新聞發布的內容 那也歡迎大家幫我們分享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每週更新 就是冷凍空調相關的一些知識新資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